10月10号晚上芒果双十一 晚会呢 各位就说看点十足 谢娜再次登上了主持人的舞台 林志盈啊 苏有鹏啊 有他这两个人有同框啊 肖亚轩呢 连唱多首经典老歌啊 经典歌曲吧啊 演发了很多人的讨论啊 当晚就是主持人阵容相当非常豪华呀 各种主持人吧啊 最让人关注的还是谢娜啊 自从这个大本营停播后啊 谢娜呢 就是说参加了这场大型的晚会吧 这次呢 她以这种红色长裙亮相 卷发披肩啊 轮到谢娜自我介绍的时候呢 很多观众都在台下欢呼啊 谢娜就是说自己是年度成风创始人啊 之后又来了一句 我回家了 一度还是引爆了一个热诉啊 不得不说这个谢娜呢 确实是芒果台的一个流量密码啊 哎 这个谢娜呢 参加了这个浪姐啊 获得了第四名的好成绩 她用自己的实力呢 向很多人证明了 除了主持人节目搞笑以外呢 谢娜还能走女团录像啊 虽然说被网友调侃 用力过猛啊 但是谢娜呢 还是有实力在身上的啊 这个连志盈和松友鹏唱的这个快乐之上呢 当人们意想不到的是啊 这个松友鹏连志盈居然同台表演啊 画面一出 不少人直呼啊 梦回小鱼儿与花无缺啊 49岁的连志盈 身穿蓝色西装套装啊 这个模样呢 依然帅气啊 50多岁的这个苏友鹏呢 穿着白色长款外套啊 这个吴二哥似乎有点 发浮了不少啊 面部啊 显得有点这种臃肿啊 就是说 虽然两人相差一岁吧 但是连志盈这个保养的要好一些呀 自从就是出现这个汽车事件之后啊 连志盈颜值明显的下滑了许多啊 但与苏友鹏相比啊 这个连志盈还显得更加的年轻 连志盈呢 长了一张娃娃脸啊 自然没有那么就是容易老啊 显老 当晚呢 两人就是单独演唱了自己的歌曲啊 这后呢 合唱了快乐之上 瞬间就是嗨翻了全场啊 其实在这个 叫做披荆斩棘三上 这个决赛上的苏友鹏和 与连志盈 两个人就碰过面啊 两人立马就是来了一个拥抱吧 直言好久不见啊 不知道苏友鹏连志盈啊 什么时候能够再次合作啊 这个肖亚轩这个状态 于是获得了很多人的称赞吧 自从肖亚轩腿部做了手术之后啊 他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在公共场合露面了啊 前不久肖亚轩重新签约了一个华纳唱片 宣布再次付出啊 其实他这个腿伤呢 还没有痊愈啊 这个次就是说站在大型舞台上啊 肖亚轩显得有些紧张啊 肖亚轩这个晚会上唱了这个 因为你啊 这个就是说 很多手串烧吧 虽然台上出现了一些小插曲 但表演的还算是完美吧 有人就是说 当初那个肖亚轩又回来了啊 期待他明年能够开这个玄回演唱会啊 大家对于这个双十一各位明星的状态怎么样呢 是 这场晚会就是说 这个线呢 非常引人众目啊 全程呢 就是抢话筒啊 就是有点尴尬啊 有点显得就是情伤不是那么高啊 导致这个杀意呢 再下不了台啊 哎 现在这次争议呢 就是说 暴露出了主持人的功底啊 这个养场能力不行 就是没话找话吧啊 显得有点尴尬啊 遭遇到了无数网友的这么一个吐槽啊 嗯 哎 这次谢娜 再次走上这种大兴晚会啊 就是说 一句 我回家了啊 还登上了热搜第一 能够看到啊 谢娜 这个眼里啊 饱含着泪水啊 对于这次付出啊 应该 颇有的 这种很多感慨啊 随后谢娜又表示啊 各位兄弟姐妹们 多多支持 多多照顾啊 嗯 这个何林呢 立马鼓掌啊 这个谢娜 还做出害羞的表情啊 本以为这次谢娜 这个主持人风格会变一变啊 但后面 到了这个主持人环节啊 又一次 说是 翻车了啊 其中一段 何林谢娜 采访苏友鹏的 还有就是连志盈啊 这个何林呢 先是恭喜苏友鹏 接下来呢 将开启全国巡回演唱会啊 苏友鹏还没开口讲话 谢娜呀 这个时候就开始讲话了啊 第一站在哪里 一共几十站啊 随后呢 何林表示啊 就是说具体的日期 我们之后再宣布啊 但是谢娜呢 却不亦不挠啊 赶紧问 时间说一下嘛 简介着这个谢娜又来了一句尴尬的啊 他们问这个苏友鹏啊 今晚有没有收到我发给你的消息啊 谢娜结了个图 就是一个网友留言嘛 上面写着苏友鹏邀请谢娜 当年演唱会加编吧啊 旁边就是苏友鹏呢 只是尴尬的笑着回应啊 我真的有荣幸 请年度成风创始人们啊 有点尴尬 对此很多网友就是说 谢娜呢 就是感觉他上不了台面啊 人家都没准备邀请你呢 你把这个事拿到台面上说啊 别人同意也不是拒绝又尴尬啊 何林也没办法把话题接着就是拉回来啊 这个非常就是尴尬啊 另外尴尬的场面呢 就是说连线采访这个杀意啊 杀意 之前就说有网友说这个 千万不要把另外一半当自己人啊 这个谢娜万杀意这句话是怎么解释 值得一提的是呢 杀意则有些懵啊 这个胡可呢 则是回应就说 自己没有说过这个段话啊 这个其实这些问题呢 版应该在 就是说台版上事先写好的 可这个胡可呢 否认了这个 当时就是这个汪还能意识到 事情的不对啊 不应该按照这个台版这个流程走嘛 因此呢 这帮就是帮了这个杀意解围吧 不过这个 低情商的谢娜呢 就是不管这些啊 一定要让这个杀意回答啊 导致对方就是显得相当的尴尬啊 看完就是整个这一段后啊 大家再次意识到这个谢娜这个主持功底啊 可见就是说这个 不让他主持这种大型晚会呢 也是有原因的啊 对于谢娜就是说 回家这个话题啊 有网友甚至犀利点评啊 希望他不要来主持节目了哈 这么多年都过去了 除了这个年龄增长呢 业务能力毫无半点提升啊 可见如今这个观众呢 已经不再吃谢娜这种 疯疯癫癫的这一套了啊 希望就是谢娜能够意识到自己的不足啊 提升一下专业能力啊 大家对这个谢娜这个人呢 怎么看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啊 感谢大家出感 拜拜